大家好,我是Den 有着韩国史上最帅杀人魔之称 2009年因为联邻人被判死刑 目前正在服刑中的抗护损 最近苦诉在监狱里自己的人权被侵害 相继给法务部长官、国家人权委员会、媒体等寄出了手写信 在看他的手写信内容之前 如果想要了解一下他到底做了多少禽兽不如的事情的话 可以参考Hairday的这支影片 说得非常详细 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让他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呢 内容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最近在监狱里发生了一些事故 在处理过程中 他向监狱申请了该事故的信息公开 在他申请了信息公开之后 他表示 遇警就开始威胁自己 一直以来对你都很好了 以后会让你受苦的 然后在服刑13年期间 他第一次申请了与监狱长的面谈 也向警局提告了遇警们 但是也都被捕毁了 他表示 只要有一点委屈 检局一些腐败行为的话 他们就会设法给我掏伤更大的罪 请从这痛苦中快速救救我 然后在他的首显信中 还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 就是背叛了42年有期徒刑的博士方的他 他在信中表示 囚决并被关在自己的隔壁房间 他也是目前被冤枉遭到处罚 在监狱里发生太多侵害人权的事情 遇警们都在违法 我已经向文在寅总统发送救援请愿了 所以请NBC电台也能报道我的情况 对此法欧部官方全面否认了卡王苏的主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向御警们致敬 你先感谢你还活着吧 不要说废话了 给他丢个绳子吧 没有活着的价值 自己做个了断吧 你们有人权吗 被咬死都活该的禽兽 冤枉什么叫冤枉 竟然敢从那张嘴里说出冤枉 真希望你能永远冤枉 杀人犯竟然在说人权 丢给禽兽吃了也会对不起禽兽的垃圾们 令人恶心 在2011年 被卡王苏残忍杀忍杀害的 生态者的哥哥成为警察的消息 当时被很多媒体报道了 为了寻找失踪的妹妹 与父母亲跑遍全国的哥哥 想要成为警察的理由就是 为了想要看一下妹妹的事件档案 之后成为警察的哥哥 对卡王苏说过这么一句话 你把我什么罪都没有 也不认识的妹妹给杀了 我却当了警察 在保护你的家人 对于他的求救信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在韩国论坛 一个标题为 抖音点阅数突破250万的 宇杰森影片的贴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这个天文里上传了一个 在抖音上的 宇杰森20多岁的影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影片目前获得了52万个点赞 7000多条留言 反应非常激烈 我一向都觉得他长得很帅 不能理解成员们 为什么说他长得不好看 哦 从来都没有想过 宇杰森会这么性感 有着年轻时候 Johnny Depp的感觉 宇杰森仍然很帅 需要的是这个发型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 看不下去了 我看不下去了 我爱你 我怎么了 竟然被宇杰森的嘴唇给迷住 所以大家喜欢哪一个宇杰森呢 我都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